原新月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这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的画面 中国女排三比一立刻巴西晋级四强 从最终的比分上 其实没有体现出这场比赛的紧张性 或者跌宕起伏感 前两局 中国女排确实做得非常好 但是第三局在一个判法小插曲之后 可能是心态起伏 可能是体力问题 李盈盈的进攻突然失灵了 中国女排也差点被翻盘 这是发生在第三局 巴西女排开始就陷入卡文 中国女排顺势取得7比1的优势 不过 在巴西的猛烈冲击 以及中国女排连续失误下 比分很快就来到了11平 在队友都打不开局面时 李盈盈站了出来 连得两分 帮助球队保持微弱的优势 就在13比12后 李盈盈的一次后三扣球 被巴西主帅吉马良思挑战 经过相当长的间隔时间 最终当值的日本裁判进行了改判 从镜头中 其实很难判定是否采现 所以袁新岳会提出质疑 认为这只是阴影出现 可就是这种 没有完全确切答案的情况下 认定挑战成功 确实难以扶重 而且这一回合 也险些成为本场比赛的转折点 后续李盈盈进攻状态全无 第四局更是只有九扣一中 幸好公祥宇及时站了出来 袁新岳的篮网也持续给力 总之 赢得真不轻松 赛程显示 7月15日的早晨5点 中国女排将和波兰队争夺决赛资格 又一场硬仗 希望队员们都能将状态调至最佳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